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这个BI工具就是Power BI 那现在目前大数据分析这个商业智慧类的工具 第一名就是Power BI 为什么它是第一名 因为它免费 但是是桌机版免费 也就是各位所使用的单机版是免费的 它在2016年直接跳升到第二名 一上市就变第二 那之前2016年以前是Table 所以大家可能要知道 目前台湾比较有钱的单位 还要去做大数据分析 他们就是去买Table 来去做大数据分析 先让各位能够一窥大数据分析 到底是什么 简单的说 也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AI到底怎么做 我今天我所想举的例子是 台北市不动产交易的智慧 那也就是说 我希望我们借由这个课程 我们拿台北市的不动产交易 例如说有房屋土地的交易买卖 还有租金的买卖 但是我们这边 我们不谈那个租金买卖 我们就只谈不动产交易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想要知道一下 假设 假设你今天 你想要买房子 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 你是不是要挑一下 你用什么方式去挑 是用机器的方式 AI人工智慧帮你学 还是用别种方式 我就是要介绍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 大数据分析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综合了一些考量 得到了知识之后 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判断说 我要选择在什么行政区 做一个房屋的买卖 那对于政府来说 他就想要知道一下 台北市的那个房屋成交的笔住 房屋的地价 有没有逐年再增加 对不对 了解了这些 这跟他税收是有绝对关系的 然后得知说 我们到底要收多少钱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 知道了有一些知识在里面 我们就要去想 所谓知识就是一些问题 举例来说好了 请问台北市的房屋定价 要是一直在飙涨 它的问题会是什么 它的问题会是什么 最实际的问题就是 我买不起吗 对不对 对吧 假设一瓶一亿 你买得起吗 大致都买不起了吗 所以它不能一直涨吗 可以了解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之后 那我们政府可能就要 做一些某种程度的 力量的介入 举例来说 可不可以盖 如何就是比较 年轻人可能买得起的房子 为什么要给年轻人来买 他如果来买房子 他可能安居落地生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直接的一些帮助 这样可以了解 我会希望请你们慢慢的引导 为什么要用这一套软体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哪些问题 也就是知识 这些知识 我就要请你们大家 一起来分工合作 去想解决的对策 解决完对策之后 我们画出一个知识 知识的一个连级 我们其实会把它叫做智慧 可以了解 人家叫商业智慧 请问我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交易 可以叫商业智慧吗 当然不行 我们就只能叫什么 台北市不动产交易智慧 可以了解 因为这是来解决不动产交易的问题 理解哦 我期待 我曾经的期待 我去卫福部找我去演讲 我就全部一系列开疾病智慧 因为对他们讲 他们要的是如何解决人民面对的问题 当然就是以疾病为主 请问我去警察局 我去教 我就教什么 自然交通 自然智慧 交通智慧 这样可以理解哦 我更期待 我更期待 你们明天 能够自己做自己的资料 明天自己做自己的资料 尝试看看 能不能走完这个系列 可以吗 好 我们这两天 主要就是要跟你分享 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交易智慧 这样可以理解哦 好 也就是说 拿到资料 看到问题 想对策 形成智慧 这就是今天 这两天我们要来的目的 好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我所有的教学 范例 全部都放在这里 然后呢 然后我希望找到 学生 找到学生 一起来跟我创造 台湾智慧 所以我就花钱 我就花钱 去申请网站 然后希望提供给他 源源不断的这些资源 但是我要求 这个学生呢 如果你想加入我创造台湾智慧这个大计划的话 你第一 你要先去购买这个一个课程 接下来我就要 就是一步一步带你 希望你就去做你专业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把台湾智慧做起来 台湾智慧像我比较专长还是在疾病 像我最近研究是脑中风 之前研究的是乳癌 我都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让我们真正在做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 好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还有我的这个WeChat Line 都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我之前我是在那个聚强电脑教书 后来我觉得说我应该还要在不断的就是升级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攻读我的学位 目前是博士这个候选人 零拿到这个文凭还有一步之遥 但是这一步会非常难走 有了这些很重要的概念之后 我们第一件事情还是要跟你们快速讲一下 Power BI是什么 我先把我的索尔视觉化的视窗 我先关掉 Power BI每个月都在改版 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十字 很多个十字 你有没有想到 这个呢 是Power BI 对不对 Power BI就是直挑图 请问 请问你看这个图想象得到视觉化吗 这个是直挑图吗 所以我觉得你大概知道 原来我们就是要去学画图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操作上面不是很难 难的是观念 难的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观念 好了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那Power BI Power BI是什么 好 我就直接输入 Power BI 然后你看这边 如果你看中文 中文它出现了第一个一定是维兰公司的 它叫资料视觉化 它就目的 它就是要把很多很多资料视觉化 所以视觉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让你把资料画成直挑图 折线图 散布图 让你们看得懂 这就是资料视觉化 那这边还有五个字 互动式报表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就是你回去 你要报告给长官的话 我觉得你要报告 互动式 我刚刚讲的互动式 我刚刚讲过 例如说我点张画线 它是不是给我跳出来 不同的癌症发生的比例 那台北市我点下去 是不是又跳出来 这个台北市的发生的比例 有高有低 对不对 这就叫互动式 我不用一直重算 我只要点来点去就好了 那什么叫互动 比如说一号游学长 早餐吃过了吗 吃过了 这就是互动 我有问 他有回答 你看在这个地方 以这张图来说 这张图 他就告诉我 这个叫做什么 视觉化 就是很多图在里面 对不对 可是所谓的互动式 就是这张图 跟这张图 当我点了一下 这个塑形图的某一个切片 某一个区域 某一块 然后左边 下面图全部跟着改变 这就叫互动式 视觉化我想没问题 互动式一定要知道 这套软体 我们要看的是 怎么下载 怎么安装 可是我会很快就跳过 所以如果说 当你今天要去下载这套软体 那是不是就打 Power BI下载 然后第一个就是下载 Power BI 我想现在大家都拿到的是 那个64位元的Nobbook 或者是桌机 所以基本上就直接点这个下载就好了 可是真的有人会拿很旧的电脑 因为Nobbook很难换 很难换 他用32位元的追凶 例如说Win7还在用 有可能啊 Nobbook又没有换 我跟你讲 公家机关不会说 好三年到了 五年到了 就直接跟你换一台 Nobbook 他只会想说 你还能用吗 你就继续用 好 所以这个是有进阶下载 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 34位元是要点它 进阶下载 然后这里要切换语言 切换成繁体中文 然后接下来 右边这个下载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上面这就是64位元 下面这个是32位元 就差别在这边 可以吗 如果你的作业系统是Win7 32位元 那么就请你用这一个 来去使用 那如果你是用什么Win10 好 那就请你 请你用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软件 来去下载 可以吗 就这边打勾 然后下一步 它就开始去做下载了 好 安装 我就不交了 就是快速点两下 把它从头到尾 下一步下一步 把它给按完 这套软件 我是不是要打开来 打开不用注册 照样可以用 这才符合免费 所以我现在就要做一次给你看 如何开启Power BI 那就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可以打开Power BI了 点两下 打开Power BI 它会出现Microsoft 代表这是其来有致的公司 还有直条图的这个图示 呈现给我们看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出现一个起始的画面 这个起始的画面只是告诉我们说 你刚开始可能是取得资料 如果说你想要去看一些新增的功能 或者是论坛 它都会在起始的画面告诉你 也就是欢迎光临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这个XX把它关掉 可以吗 这就是我们进来的Power BI最新版的状态 不需要请你登入 不需要你去先完成注册 可是我要告诉你 因为你没有注册 所以它绝对不会让你用它放在网路上的空间 例如说它就不让你做成一个网页来去发行 所以这个发行一定是不能执行的 只有你登入之后 你就可以去发行 发行是给谁看 给全世界看 因为你是用单机版 就算你买了 就算你每个月愿意花15块美金 一个月15块美金 然后取得了这个版本的使用权 你可以发行 发行给全世界看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当会希望发行给我们组织内的人看 那个就要用另外一个版本 它叫做Report Server 它叫做Server版 这个叫什么版 单机版 Desktop 就是单机版 一个是不用钱 一个是非常多钱 多多钱 请你自行问微软公司 保证把你下一大跳 反正就是很贵的一个价格 好 可是单机版不用钱 你要知道 校园版免费 而且还限大学 高中以下 没有这个福利 限大学以上 全部整个校园免费 因为学生总会毕业 微软公司是赚 毕业之后 他赚企业的钱 那我们拿到这个Power BI 是不是应该要有资料 你看他一刚开始就说 将资料加入您的报表 那请问你 你有没有资料 你现在还没有资料 那我已经帮各位准备好了 开放资料 就是内政部提供的 不动产交易平台里面 我已经捞出台北市的资料 我没有捞桃园市 新北市高中市的资料 可是我希望明天如果有机会 我要让你们看台北智慧 举例来说台北的人口数 是怎么样 这在逐年下降 不是我说的算 我算好的资料给你看 其实就是别的课程 我已经算好这个资料 好 然后台北市的所得税 税收怎么样 税收在减少还是增加 减少吧 可是减少有两种很大的意义 是因为人口减少导致 还是是因为收入减少导致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跟我们的不动产交易 有没有一些关联性 多多少都有嘛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些东西整个全部 婚姻算完 死亡算完 离婚算完 很多很多都要算 对不对 算完之后 我们就叫台北智慧 这是我期待 希望做的 所以我需要很多人的支持 因为我要请专家来算 我不是请一个 例如说大学生 什么都不懂就来算 因为等一下 你会遭遇到好多问题 所以一步一步请你回去写报告 都把这些问题写出来 最好是 最好是举例来说 我举 例如说好了 5号 5号 它是来自学校 我们就算学校智慧 你就不要去算交通智慧 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最好算你自己的 你可以算台北市各大专院校的招生人数 好多资料等着你慢慢去算 每个学校的用电的情形是什么 对不对 好 所以我期待 希望明天你拿到是你自己资料 那我现在呢 我的这个资料 叫内政部的不动产交易 我放在这里 所以就要请你跟着我一起做 我的所有的课程讲义 其实我都放在网络上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有第一页 这个范例讲义 只有这两天会开放给你们来去下载 在这里 https冒号斜线斜线go.gl斜线YTZRXT 请注意R要大写 T要大写 好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第一件事打开我的浏览器 我所使用的浏览器是什么 Google公司 来请跟着我一起做 首先请打开Google Chrome浏览器 然后请在网址的地方 请输入https 因为有加安全性 冒号斜线斜线go.gl斜线YTZ 记住哦 是大写的R 然后X 大写的T 不要在这里面搜寻 直接在网址 因为我给你网址嘛 你就在网址列里面输入 打完字了吗 Enter 你们看到 历年所有交的课程 全部我都放在这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 如果你很有心想要学 你就只要交一次的费用 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哦 第二个课程你要选什么 可是你要交作业 就顺便帮我去做台湾智慧 我就要问你哦 例如说你是来自于什么单位 你就只要去算那个部分 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 2020年10月22号 台北市地价智慧 对不对 可是如果有同学 这个虽然你很想要学这个 但是我觉得你的程度 应该要从以下开始 那我就会请你看我 比较基础的课程 这样知道吗 一步一步慢慢学习过来 这边有没有看到 讲义下载 范例下载 我要请你点的是这个 范例下载 请点它 来请点这个范例下载 可以吗 里面就只有一个压缩档 因为内政部所给我们的资料 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接下来我要去下载它 请不要点中间 要点左上角 左上角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 下载到本机 那个一条横线 就是本机的意思 这个往下的箭头叫下载 然后下载到什么 电脑主机 所以一条横线 可以吗 这都是有逻辑的意义 所有的过程你都可以提问 好 请你点选这个下载图示 好 就稍微等一下 它就下载好了 我个人比较倾向建议你们 尤其是后面的同学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是你那不可直接看 现在我都在直播中 我就是为了后面的同学 后面的同学 你只要搜寻到YouTube搜寻我的信息 你都可以直接看到现在即时的电脑画面 以及听到我的声音 不过你就把声音关掉就好了 请问下载好资料了 对不对 它是一个RAR的压缩档 那我就关掉这个视窗咯 那下载这个档案 你要做几压缩 对不对 好 来 麻烦请把这个视窗就关掉咯 好 不过我再提醒你一下 你刚刚请问你应该会到这个画面 对不对 如果万一你跟不上 我就会把我现在做好的内容 放在成品观摩 可以听得懂吗 举例来说现在十点半了 我会准备要下课 我就会先把我现在做完的档案 我就先存档 存档我就放在成品观摩 如果同学没有跟上 就赶快去成品观摩 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就可以再继续跟着我的进度 再继续上课 可以吗 那如果说你就是回去的时候 你也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好了 因为到时候是会有影片 如果你要看影片的话 好 我现在就先把这个视窗 通通通都关掉了 请问一下 我刚是不是下载好这个档案了 我要知道下载它会放在什么地方啊 简单说 它就在下载里面 请问 我的下载在哪里 这台本机的下载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打开资料夹 在这里 点它 打开资料夹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下载 左上角这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下载 可以吗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对 它就在 这边 第一个 请你点一下下载 有看到台北市 十架登陆 点 AR 这个档案吗 我现在要做解压缩咯 解压缩到 就是滑鼠右键 解压缩 所以你就有了一个资料夹 叫做台北市十架登陆 资料夹 那我接下来我们继续 继续 要做那个 解压缩 对不对 已经解压缩完毕了 我想麻烦你们做 你的资料来源 你现在 大数据分析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快 对不对 大数据分析里面 是不是有一项叫快 你的资料 可以来自于一个档案 可以来自于网址 可以来自于 API自动间接 为什么呢 就是假设 假设 我今天是用 一个网址 就是 卫福部 他给我 这个流感资料 他给我一个网址 他只要把资料 做在网路上 我这个网址 我只要重新更新 我就 资料就 载入进来了 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你就不要一直在做 开启救挡这件事 或者是取得资料 现在我们都是 API更快 API是 当对方 当对方 他一有新资料 他就直接 让你的视觉化更新 听得懂 API更快 好 那当然你可能是有 一个档案 或是一个资料夹 这样了解 好 我们就先来把 这个资料夹 整个 堵入进去 我们的 Power BI 好 请打开我们的 Power BI 请打开我们的 Power BI 记住 所有的操作 其实都不难 就一个两个 可是他的运算 运算有点慢 请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台北市 103年到109年 有多少万笔的 不动产交易资料 等一下即将被读入 很多万笔吧 对不对 请问会不会像 统计课本写的 300笔 500笔 不可能 同意 好 说不定其中还有 你的参与 对不对 这真的是 真实资料 没有假的资料 好 那我们现在 现在在这里 我们 简单的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取得资料 这边 这边这一大块 是不是就在讲这件事 将资料加入 您的报表 好 首先第一个 档案 常用 插入 模型化 检视 说明 还有这几个功能 功能 然后呢 它分成一个 它分 左边这有三个小图示 分别是报表 报告 资料 关联性 的模型 这边是我们的视觉化 视觉化 做图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什么 筛选 有看到筛选 还有 做图的工具 视觉效果就是 做图的工具 以及最后面 是不是栏位 对不对 好 大概就这几个区域 我们现在 我什么都还没有做 我现在是不是要做 取得资料 所以我们来看 如何把资料取得进来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 它预设 就是请你现在点 常用 有看到吗 只有常用这边 它下面有一个黄色 这个意思就是 猜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你现在就要做取得资料 所以常用 点下去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分成上面跟下面 如果说当你点下面这一块 取得资料的下面这一块 它就会把常用的列表在这边 可是这里面没有资料夹 所以其实是要点上面这一块 点上面这一个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上面这个图示 它会出现那个取得资料的 那个种类 取得资料有分好多种 你可以取得来自资料库 可以取得来自网址 可以取得来自API 这边全部都有 能不能取得来自脸书 脸书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可以 直接让你去看 哪一个小三经常来按赞 什么哪一段期间 这都是可以分析的 这边我们要点是档案 请点选取得资料 要跟着我一起做 只要点一下档案 在右边有没有看到资料夹 有 好请点这个资料夹 因为我们是那个不动产交易 里面好多个档案 全部放在一个指定资料夹 然后点选什么 连接 连接 有点像那个 开启就挡的意思 好请点选连接 就是刚刚三个动作 请问这个视窗 我现在要点什么 浏览 对不对 好点一下浏览 我的资料放在什么地方 跟你的资料放在什么地方 不太一样 请你自己找 请你自己找 刚刚那个台北市不动产交易 我是放在我自己的本机 我的一碟的2020教学 我是放在这里 我不能念给你 因为你跟我放这位置不一样 我这里面有每一个所有的系列课程 然后这边有看到确定 对不对 好请点确定 它只能连接到资料夹名称 然后等一下读入是吧 资料夹里面假设20个档案 一口气全部读入进来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当然好啊 当然也可以 如果你只有一个档案也可以 还有重点是 假如你拿到2020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 2021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假设你都拿到这些资料 你就放到那个资料夹里面 你的图就全部都画完了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只有第一桌 反正我只要针对第一桌 来做教学就好了 他们 不要给他们吃饭 继续 我们就只能现在点确定 对不对 点确定 这都跟以色列课不一样 请你不要再去想以色列课了 那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 哇里面好多数位的档案 你大概看一看 你大概也不会做什么修改了 就直接点什么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合并 我们要点合并的意思是什么 一个档案接一个档案接一个档案 对吧 对 就是第一季完毕之后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然后隔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 从上往下排列 对不对 这个就叫做合并 英文叫Union 那如果关联 关联就两张不同的资料表 关联 那个叫Cross 不太一样 什么叫有远到近 你说时间吗 没有资料只有上下的排列 对 然后他会给你档名 那你就看档名就好了 他会直接给你那个档案名称 然后接下来直接点选合并 合并并展入 我们要点合并并展入 可以吗 来麻烦请点合并并展入 剩下就是电脑的事了 你叫让他跑跑跑 让他慢慢跑 跑完 然后接下来请注意一件事 你这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现在看到乱码 你不能直接按这个确定 你要去修改这个档案原点 可是你现在没有看到乱码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个确定 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我们拿到的资料 它是来自于网路上 你知道网路上的编码模式 跟本机你的电脑编码模式不一样 一个是什么 网路上是UTF-8 本机我们是用大5码 有听过大5 没听过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如果是乱码 你就会去修改 一定是修改成UTF-8 因为请问我刚刚是不是 都是从网路上去下载 就算你最源头的资料 是不是也是内政部给你的 我是从内政部下载下来的 所以网路上的档案编码模式 都是UTF-8 怎么敢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 是什么 没所不达尼亚魂 你不要问我编码模式是什么 自己慢慢去找 知道吗 可是2001那个找 TCA 台湾那个都不能用 什么20 2001跟2004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因为 很多人他在发行 这个编码模式的时候 自行去创造 才会导致这种情形 可是你要知道 简体中文跟繁体中文 一定不一样就对了 英文跟繁体中文 一定不一样就对了 现在没有看到乱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真的 我希望你每一个环节 你都听懂 因为这真的不难 难的就是这些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你第一次接触了 然后他就载入载入载入 你有没有发现 最后如果当你整个载入完 最右边就会出现一堆 最右边来位就会出现一堆 有没有谁电脑比我好啊 如果你已经跑完了 代表你的电脑比我好 好 我已经跑完了 好了 不过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软位 都是不正确的软位 你根本就不知道column一是什么 column二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面 不是拿到资料 就开始去做分析 那你就只能 那我只能告诉你 你就只能做错误的资料 我们拿到资料 你总该看一看吧 看看说资料有没有问题 资料要不要清理 资料怎么清理 跟对方叫易码部 什么叫易码部 就是他会去说 你有什么栏位名称 然后它是数字还是文字 刚刚比如说讲 有很多种类型 它是数字 例如说有没有编码 有没有编号 然后有没有交 像不动产交易里面会有什么 交易金额 那金额是不是数字 对不对 那我们拿到这个东西 叫做易码部 我们要来跟现在的资料 来制作比较 可以了解哦 好 至少 请问都做到这边了 都做到这边了 简单说 这很像以色列 开启旧档 但是你会说 为什么不这么简单 就用开启旧档就好 不行 因为它要考虑的是 未来你会把其他资料 放到指定的资料夹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哦 还有 它刚刚是不是 一口气开了20多个档案 整个资料夹里面 20多个档案 是不是都打开来了 以前我在教那个单一个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资料 怎么看 请点 左边 左边 接下来我都要讲 123 当我讲1 而且几乎都是只有滑鼠移过去点一下 好 123 就是大概做了两三个动作就结束了 好 第一个动作 麻烦请点 左边 第一个是不是叫做报告 第二个叫做资料 第三个叫做模型 你邮标还不用点下去 它就会 只要你邮标移过去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什么 麻烦请点 第二个 第二个叫资料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资料了 好 那你看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什么 souls.name 第二个column1 第三个column2 第四个 这些应该都有专有的栏位名称 好 所以 不可以叫column1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修改 怎么修改 好 请点回去 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要修改这个栏位名称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column1 column2是什么 好 来 麻烦请点回去报告 一 麻烦请点一下这个报告 好了 我现在要教你去做资料清理 因为你现在栏位名称不对 这第一件事我就要请你们学会做资料清理 怎么做资料清理 他一定是放在这个常用里面 为什么 大数据分析如果不做资料清理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如果 如果你今天你买一个 例如说 那个 居家服 然后放在那边三年没穿一次 那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那个资料清理真的应该是很常做的一件事情 可是 可是现在好多人都不做资料清理 这是很可惜的 好 怎么做资料清理 一 请点常用 一 点耳吗 第二 请点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转换资料 如果你点下面的话 我还是要点第一个转换资料 可以吗 第二件事情 请点转换资料 好 我们现在跑到另外一套软体 你有没有看到 另外开了一个视窗 不要开到最大化 我只是要让你感受一下 请问 刚刚这套软体叫Power BI Desktop 现在这套软体叫Power Query编辑器 请问是不是两套不同的软体 我们是在Power Query编辑器做资料清理 有听懂 这也是我们要去做很多资料塑膜很重要的地方 好 首先 首先请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Column1 Column2 Column3 我是不是想要用第一列的 第一列的资料 第一列的记录 来当作是栏位名称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好 通常我们是不是上去找功能 我建议你们 从现在开始 你认识我之后 不要再去上面 不要再去上面找功能 尽可能在这个资料表的枢纽控制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通常表格的枢纽控制位置 不是左上角 就是右上角 而且通常都放在右上角 那个点点点 同意吗 因为真的我们大部分都是放在那个更多 那个地方 好 不过因为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比较适合放左上角 这是我认为的 好 请点 请点这个 左上角的图示 有没有看到 使用 来 第一件事 请点这个 这个左上角的枢纽 枢纽控制 然后 第二 请点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请点它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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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视窗 这个视窗 这个Power Query编辑器 没有还原 没有复原 这个功能 它的复原在这里 它的复原在这里 请看 右下角 有看到 以变更 类型 一 然后前面 是不是有一个叉叉 对不对 这就是它的复原 可以听得懂吗 为什么 它不让你做 物原 它只能让你 记录起来 你做过这件事 是因为 未来 你有新资料进来的时候 一定 全部帮你做完 可以理解 它一定 帮你做完这些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我们要准备关掉 Power Query编辑器 怎么关 常用 常用 然后关闭并套用 请点这个常用底下的 关闭并套用 一样点上面就好了 大部分都是点上面 点下面我再告诉你 我再特别的告诉你 好 接下来你就等它套用 查询 变更 对不对 这叫 这个字也是有意义的 你刚刚是不是在做编辑器 对不对 然后去修改它 现在套用完 你看你的栏外名称 不再是column一column了 而是这些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 你现在读入进来的资料 读入进来的资料 好 你可能这样看不太懂 它的类型 我可以现在告诉你 全部都是文字 我们因为要去资料 视觉化之前 一定要好好的先做完资料清理 不然你拿 就算你虽然是拿到正确资料 没做资料清理 还是很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图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资料清理 例如说 请问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看到 有叫交易年月日 简单说就是交易日期 它是不是日期 现在它是文字 文字不是日期 可以听懂 所以我们要做日期的资料清理 请问一下 这边 拉稍微宽一点 单价 单价 有看到单价吗 单价是数字还是文字 一定是数字 可是它也变成文字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 把这个类型校正回来 这就叫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要做很多事情 而且资料清理 很有可能需要写函数 所以一直到12点之前 我们可能会学习的 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 其实我已经放在陈敏区里面 就是刚刚之前的内容 好 我们现在去看 我们这边有好多好多的栏位 有四个数字 四个数字 可是我们还不能急着去画图 我现在要教你民国改成西元 因为你记不记得 我们大数据分析 我定义什么叫大数据 是不是一连串 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期间 例如说103年到109年 这是一段期间 可是时间 你一定要会改成西元 民国日期改成西元年 西元日期怎么改 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而且你完全不用写 完全不用写任何的函数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这件事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工具 好 其实这个Power BI Power BI 我真的很期待 希望能够跟65岁退休人士来合作 那些人最有专业知识 可是他们电脑能不能很好操作 不行 可是这套软体已经是我觉得 最简单最容易操作的 你不用花很多的力气 也就是我不用交了十遍二十遍 可能成果一点点 这套软体还算是蛮简单的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民国改成日期 改成西元算不算是资料清理 算 一定算 一定是 能不能不改 不行 因为他看不懂什么叫1020101 他认为这七码就是一个整数 而且他读入竟然还是文字 那他认为就是一个七码的文字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何做资料清理 日期的资料清理 首先请点常用 转换资料 点上面这个转换资料 好 第一请点常用 第二请点 那个转换资料 这个图示 然后第三 我们转 为了我们宝贵的时间 请问一下 交易年月日 你要转交易年月日 还是房屋建造完成日 你要 你要转 你要转那个交易日期 交易日期 还是要转那个建造完成日期 交易日期 可是如果我今天想要算 到底大家喜欢买中古屋 还是喜欢买新城屋 这个时候我两个日期都要转 看你要算什么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先转那个交易日期 交易日期的认定 大家比较容易懂 就是说 我们看看说 它是哪一年的交易 因为我想要去知道 这个交易的价格 有没有一直在逐渐往上升 还是逐渐往下降 大数据就是在看趋势 有听过什么大趋势吗 就是之前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叫趋势 真的 你觉得趋势重不重要 好重要 我本来想要跟你们介绍 这就是一个好的政策 它的趋势是让我们 那个癌症 癌症发生素不断的增加 那是因为 它让我们可以越活越长寿 知道吗 哪一个政策 全民健康保险法 这样知道吗 我只能用趋势来去 来去告诉你们 哪一个政策 好还是不好 当然大数据分析 也可以去做稽查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看趋势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们先完成这个 交易日期 交易日期 这边看到第一个是102 1007 那当然我们合理切割 就是什么 合理切割 就是把它102那边切 然后100 0的后面切 然后07又变成一组 对不对 好就切两刀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 如果它是99年交易的呢 你是不是会乱掉 所以我们要从前面往后切 还是后面往前切 后往前切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试试看 从后面 从右边往左切 好 首先 首先 这样大家会 只要你会切就好了 好 滑鼠右键 来 一 滑鼠右键 点选交易年月日 然后 二 二是用滑鼠左键点这个 复制资料行 因为我不喜欢动别人的资料 我都会把别人的资料先复制出来 好 请点 复制资料行 这样我们是不是有了两栏一模一样的内容 但是 但是 栏位名称不能重复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 它就多了复制两个字 叫做交易年月日 再去复制 好 那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要切 我先切什么 我先切资料 叫做分割资料行 可以吗 有一分割符号 有一字元素 有一位字 你觉得要用 我们一定要先切最右边的两个 所以我们要一位字 这样不好 一位字不好 要一 一什么 字元素 一字元素好不好呢 一字元素 一字元素 字元素 我先切切看 嗯 这样切 滑鼠右键 然后 分割资料行 一字元素 可以吗 一字元素 一字元素 我先切两个就好了 所以 先切二 可是我要从最右边一次 就右边数过来的意思了 右边数过来 我切两个 然后呢 点确定 这个是什么 这个 我先稍微改一下 不然等一下忘记了 这个叫做什么 日 滑鼠右键 重新命名 日就是日 不要写民国日 听得懂 只有明国年跟西元年 没有明国日跟西元日 那就有点 那个叫做多此一举 对不对 日就是日 所以请输入日 滑鼠右键 重新命名 应该没问题 好 那接下来 这一栏是不是要再切 一样要从右边往左切 好 滑鼠右键点选 交易年月日 布置 然后 点 点那个 呃 这边有没有 切割日期了 没有了 对不对 怎么办 怎么办 去上面找 这边 分割资料行 分割资料行 可以吗 然后 一字元素 有听懂吗 一样的动作 只知道 右键端跑 没有了 好 来点选 一字元素 然后 一样是两个 我要从右边数过来 所以再勾 最右边一次 有看到 最右边一次 一样 两个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然后 麻烦请把 那个 右边做出来的 这个叫做什么 月 所以 重新命名 可以吗 滑鼠右键 然后把这栏位名称 重新命名 叫做月 请问我是不是有民国年 月 日 我把它合并起来 不就好了 对不对 好 来请选 这一栏 是否的键按住 选到日 这是我一口气选三栏 会选吗 好 找找看 合并资料在哪里 合并资料在哪里 合并资料在 好吧 用右键 好 新政资料行里面有一个合并资料 你用右键也有啦 合并资料行 有看到吗 合并资料行 右键 可是你要点到这个栏位 栏位名称 合并资料行 最好是用右键 不要一直都跑去上面找功能 好 合并资料行 然后麻烦 麻烦分格符号制定 分格符号制定 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谢谢 各位可以懂斜线的意义吗 斜线 合并 然后点选确定 可是我们刚忘记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好 来改一下 麻烦请把右下角这个已合并资料行删掉 是不是又改回来了 又改回来了 好 我不是再一次 我要先把它 我要先把它加1911 我应该不用交 为什么要加1911吧 对不对 好 可以吗 这跟念历史的才会比较有关系 好 但是我们不要花时间去解释那一段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请问 请问这102是不是要加1911 对不对 反正随便每一个都要加1911就对了 好 怎么加 所以我现在呢 我要教各位新增资料好了 我要 这是民国年 我要创造一个西元年 我们先把 先把这个重新命名叫民国年 好不好 请你不要输入年 请输入民国年 请把它重新命名 叫做民国年 因为我怕等一下你找不到那个 年的定义 所以我们就直接先把这个蓝叫做民国年 我们意思就是说 要用民国年加1911 它就变成西元年了 好 麻烦请点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要点上面新增资料行 然后 制定资料行 制定资料行 我自己去设定一个新的资料行 这个新的资料行我要叫做西元年 对吧 西元年 就是资料行的名称 新资料行名称 我取名叫西元年 然后游标请点这个地方 制定资料行 公式 这边是不是有个等于 其实它概念很像 以色尔 以色尔不是名义也是等于吗 好 然后 然后 麻烦 右边 右边就是所有可选择的栏位 你用卷轴往下移动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民国年 快速点两下 或者是你点到它 选插入 随便你 意思 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快速点两下 然后呢 我喜欢 我喜欢在运算符号前 后 都加个空板 加什么 加什么 1911 然后 我们就可以点选 确定了 也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 创造了一个西元年 这个栏位 可以吗 可以吗 请把西元年拖曳到月的前面 请按住西元年按住西元年拖曳到月的前面 可以吗 这样我们是不是有西元年月日 因为等一下我要合并 要按照顺序合并哦 那个 日期 对于外国人来说 他接受月日年 那我们习惯看就是年月日 都可以 好了吗 请问是不是西元年 月日 我要继续咯 日期还没有讲完 以前日期这边 西元转民国 民国转西元 要五多小时 现在不用了 现在大概二十分钟就讲完了 这都是by power query 编辑器之次 是真的 要是教写函数 可不可以做得到 中午一定要吃饱 继续 还没做完哦 这里 这个你看 ABC 123 123 123 都不是日期啊 根本知道没有做完 继续咯 可以吗 我先继续 我先继续 因为剩下两个很重要的动作 一定要做完 不然蛮可惜的 来 请点第一个西元年 然后Shift键按住点第三个日 这三个都要一起选 选好之后 滑鼠右键 选哪一个功能 合并资料行 就是第一件事情先选到这三栏 然后第二件是用滑鼠右键点 那个栏位名称 第三 合并资料行 然后麻烦请把这个分隔符号选成制定 然后我要用日期的斜线 第四个动作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第四个动作 然后最后就点确定 我们是不是把刚刚那个日期 民国转成西元 但是请你仔细看 它是ABC 它不是日期 所以最后一个动作 要怎么做把它改成日期 按右键 不是啊 转换 这个 对不起 以合并 以合并这个 转换里面 资料类型改成日期 的日期 可以吗 不要选错 不要选成 其他的日期 你有没有看到 左边变成一个日历的那个图示 才对 最后 重新命名把它改成交易日期 交易日期 交易日期 好 Enter 所以请问我们是不是有交易日期了 有 这个15万 15万 14万 15万 20万 有看到吗 请问你觉得台北市一平的地价有这么便宜吗 没有 没有 因为他是用平方公尺 我们讲的观念都是平 平跟平方公尺 请问差多少 哇 哇 你一定是这个的专家 我早就忘记了 我要不是为了 为了 教这个课程 我才不会记 什么0.3025 对 听得懂吗 游学长 你应该不记得了吧 你国小的时候 不记得 你就准备 准备天天 数学很难过 对不对 我们真的年纪大了 谁会记得这个 好 请问一下 我要把平 我要把圆平方公尺改成圆平 请问这是什么 这是资料清理 对吧 所以还有 还有数值转换的资料清理 好 请点常用 常用 然后 然后做什么 转换资料 第二 第一 请点 常用 第二 请点 转换资料 我们就直接新增资料行 来 第三 请点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的 制定资料行 制定资料行 可以吗 好 栏位名称叫什么 单价圆平 它是不是叫单价圆平方公尺 所以我们现在要叫单价圆平 好了 然后 接下来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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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卷轴移下来找单价圆平方公尺 单价圆平方公尺 有找到吗 然后 然后 插入进去 嗯 刚刚谁说除的 为什么不说了 对啊 就是除 除多少 零点 零点三零二五 除 除 请回去问你的国小数学老师 为什么要除 为什么要除的 然后 然后 请点 常用 关闭并套用 可以吗 常用 底下的 关闭并套用 好 好了 我们来看单价圆平 等一下让他跑完单价圆平 这里面真的非常多资料 好 一样关闭 你看我们的总价圆 总价圆 单价圆平 啊 可惜 他单价圆平还是给我文字 好吧 那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最后忘记做一件事 要把它转换成数值 小数 那个数值 你看 这才比较合理吧 台北市房价随便一平 50万 66万 86万 合理吧 我说的是台北市真实的房价 来 麻烦请点 常用 常用 转换资料 因为他算完之后 应该是给我文 数值啊 这个 单价圆平 他其实变成了 A B C 1 2 3 来 我把它 全部转换为 转换哦 转换不是任何 我只要小数 其实可以把它变成整数 其实可以把它变整数 取代现有 麻烦请用整数 就是单价圆平请用整数 否则等下建模都乱七八糟的 这是一堆小数在那边算没有意义 用整数 用整数 我要整数 然后麻烦 麻烦请用常用底下关闭并套用 这样子我们的资料清理 就真的全部都做完了 但是可能明天我们还会再进行那个地址 地址的资料清理 我们要取出那个路 因为你买房子 我跟你讲 你不太可能选 我就是要买在什么 北投区 我可能会 如果比较重要的话 是亲戚住在什么路 那我就要买在他附近 然后我就想要去问说 那那个附近 那个那条路啊 当地的行情是比较少 毕竟那个 整个北投区还蛮大的 它那个变化 低的很低 高的很高 北投区有很多在讲云乡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去做一个简单的资料数目 首先 首先 请回去这个报表 报表 这个资料数目就真的必须要写韩式了 好 那 简单说什么叫资料数目呢 我就是要去把资料做分类 比如说 我以行政区 你想要 你至少 至少要先分析说 哪个行政区 它在讲 哪个行政区 它在 池品哪个行政区 它在别 对吧 那你要买房子 你才能够有一个依据啊 其实啦 如果这里面有更多的像交通 就是里面有多少学区 比如说国小数有多少 还有那个 就是 有没有什么捷运 卖场 对 如果这么多的资料 你应该可以更容易去做选择 可是你想 它不动产交易 它不会有这些 还有 哪里没有卖萊猪 萊牛 对不对 如果有 明年有提供这个资料 可能 会更好 好 或者是 什么国小 坚持不用 不好笑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去做这个资料表呢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空白的地方 我习惯就是说 空白地方点一下 这里面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是在报告 一 请点选报告 然后二 请在这个空白地方 随便有一个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三 我 因为要做资料塑膜 所以我先点选资料表 我用资料表来塑膜 好 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我里面放的当然就是 乡镇市区 那这么多的栏位 你要怎么样勾选栏位 就是前面这个框框 不是点到字 而是点到这个 这个方格 请点乡镇市区 这个方格 就代表选到他 然后他这边 是不是就会告诉我 我有哪些行政区 有 40 什么什么行政区 对不对 你有没有觉得这字好小 所以我想要把 他的格式 顺便教一下 请问有先做出来一个 资料表吗 有 只是这个资料表 现在里面字很小 所以我先教你 这图 已经画完了 这就是资料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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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资料表 我喜欢有左 选到右 就是 一 空白的 报表区 点一下 二 资料表 三 就是 开始选 看你要画什么 视觉画图表 我就会告诉你 轴要选哪一个 值 要选哪一个 类似这样子 告诉你 好 现在我们做的是资料表 什么是资料表 行政区资料表 对吧 我是不是要先做资料塑膜 我要决定出来 我要先算出来哪一个行政区他是有涨 是不是知道为什么要算行政区有涨或没有涨 那就是我们要不要买的依据 那就是我们市政 市政 我刚刚是不是有告诉各位就是说 我要针对有涨的我要做什么的政策 我针对那个持平的我要提出什么政策 我要针对什么没有涨的我要提出什么政策 对吧 所以 所以我拿到这个不动产资料 我要先做资料塑膜 我听懂 好 那继续咯 我讲到这边请问你们听得懂听不懂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啊 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知道吗 知道 应该还好 继续咯 接下来我觉得这字太小了 毕竟视觉化报表你要给人看 所以应该是要做稍微大一点的字 让别人看得出来台北市有多少行政区 这么小的字我根本就看不到 好 所以 这一个 请稍微注意 这一块是不是选择视觉化报表 视觉效果 那下面有三个三大功能 第一个叫做栏位的设定 第二个叫格式的设定 第三个叫做分析工具 好 这我全部都要教 因为太重要了 首先那个栏位我先跳过 因为资料表它就只需要看你勾选什么栏 我已经选好选好了 接下来这个是什么 格式 只有在格式里面我们才可以调字的大小 好 请点它 表格 表格就分成两块 一个是什么 这个叫标题 资料表里面的标题 这个叫做值 可以吗 好 所以你看这边有资料行标题跟值 我们先把资料行标题 字想办法放大一点 所以请点资料行标题 左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请点它 然后字的颜色 我想黑色没问题 背景白色 就是那个字小的点 所以把文字大小改大一点 要改多大呢 你看得到为依据 比如说我改成二十 然后这个字形家族 字形家族 随便看你要哪一种 好 我这样我就改好了 那接下来呢 改好改好这件事情 可以的话就麻烦请你 就是关掉资料行标题 因为这里面好多项 接下来请再把值 设定值 值 我觉得我会给它14到16字形 所以请点值 值 值里面字形大小 12到14看一下 嗯 再大一点好了 反正才12个行政区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 其他不用动了 好 请问 请问 针对 这个 针对这个表格 我们的 内容 标题跟值 设定好了 那能不能针对这个边界 边界 我 我喜欢在画这个表格的时候 它有一个自己的方 原 自己的边界 自己的边界 因为 仪表板到时候是一堆的表 至少随便一个仪表板 都十个 二十个都有可能 好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我还喜欢 加阴影 加阴影 那 请看一下 我现在点到别的地方 点到这 别的地方 另外看到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对不对 它是不是有边框 有阴影出来 至少跟别人是有区隔的 那你要使用它就请点汤 可以吗 如果你要使用它就请点汤 好了 我们要不要先猜一下 就是 这 这十二个行政区 应该没有问题 十二个行政区 台北市有十二个行政区 你也不用背 那么多什么陶渊士 我现在 我想要知道 各个行政区 他每一年的 平均 平均的那个 那个 呃 单价是得上 可以吗 猜猜看哪一区 哪一区一定是帝王 信义吧 因为101在信义区 对不对 但是可能算出来不是信义区 是大恩 其实都很高 都买不起 这才是重点 对不对 我们来看咯 所以二十年前你要在哪里买房子 你要在哪一个行政区买 当然是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不是啦 现在不是有很多穿越剧吗 对不对 听得懂 我告诉你 我真的告诉你 就是说 如果真的让你回到二十年前 对不对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 可是 大数据分析是趋势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有机会 往后去看未来 可以吗 我们回不到过去 但有机会去 看未来的趋势 对不对 好 继续咯 请问一下 那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在吃饭前教你一个很简单的函数 平均 平均 对吧 就是这个单价原品 单价原品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你要先点到他 请先点到他 然后呢 单价原品请打勾 这个 这个单价原品 就是一瓶多少钱 好 麻烦请改 在这个地方 栏位 单价原品预设是什么 预设是加总 我们不可能用加总 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平均 对吧 因为假设信义区那边交易了很多次 他是不是每一次都把它加起来 这是不公平的计算 所以我们来去点平均 可以看到吗 第一名第二名 你不要这样用肉眼看 排序一下再看 对不对 有不要移到这个单价原品 然后 点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因为视觉化的工具 对吧 我还会再教你 我们用颜色来做区隔 你放心你到时候要给主管看的资料表 你要给主管看资料表 至少我都会要求你加点颜色 例如说长的颜色 你把它标出来 前三名 你觉不觉得你的主管可以更短的时间看懂 他是会更喜欢你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工具 好了第一名是谁 第二名是中正 因为信义区排到第三名 虽然帝王在101 可是他只能排到 以平均帝帝来说第三 可是我相信前几年应该是信义区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会要求 我就会开始要求 你看到什么 听得懂 请问第一个知识点是什么 第一个知识点是什么 第一名在哪里 大安区 最后一名在北投区 有听懂吗 这是第一个你看到的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跟你讲 我会就是跟我的学弟学妹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看完五个 然后 能不能启发他一些思考的邀请 然后呢 甚至就是他自己回去再想 第二个是什么 请你吃饭之后再有空之后再看一看 我们现在先安逸储存 可以吗